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一直很期待 期待什麼 事關我們所有的勞動者 對於在職場上的生命安全的 勞動安全衛生法 終於在今年有機會休了 而且我們足足等了20年 但是呢 我們從昨天也看到 短短的一天 我們的治安法草稠通過 我們公商提了幾個版本 基本上都被否決掉 那我們認為 常年在處理職災事務上 職災勞工在共同天委 所以我們對於預防這些所謂的公安事件 預防這些勞工在社會的條款 被刪除掉 我們認為這個過程不單草率 而且真的是不注重勞工的生命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當然是針對 這個治安法的草率通過一堵 我們感到非常的不高興 整個工商協會我們 從接到職業安全衛生法 要修法的這個消息開始 一直到最後 其實時間不過就是短短的幾個月罷了 那這幾個月過程當中 不要講我們工商協會了 我們每天接到的這個工商的案件 都跟老闆法票有關係 張我們 就講底下我們認識的這個公會 根本就沒有人知道這個法要修什麼鬼 幾個月前 老闆法就在放話 說我們要修房過勞條款 說我們要擴大 修成治安法叫做擴大一體適用 等等等這些 在垮垮垮垮其詞的這種說法 可是事實上 我們看到最後 他修出來的結果 還是一樣 讓我們非常生氣 告訴各位 很多我們在19年前 修實災勞工保護法的時候 很多的預防條款 我們早就提過的 勞委會根本吃不下去 比方說工作不安全 工人有拒絕上工 要求立即停工的權利 這樣子非常理所當然 非常正當性的條文 勞會九年前吃不下去 到現在我們送進立法院裡面去 勞會還是吃不下去 給我們七折八扣 這些過程都不要講 我們勞工並沒有任何的聲音 可以在這個修法過程裡面 送進去 送到立法院的衛環委員會裡面去 我們提了幾條條文 其實現場都看到了勞委會 好像面對一副新的東西的樣子 覺得我們在突襲他 放屁齁 剛剛說了很多條文 九年前都提過了 而且近幾年 很多關心勞工縣的媒體 也都很清楚知道 我們難道是第一天在提 過勞之死要可以行責嗎 我們是第一天這樣喊嗎 是 我們上次 對 我們今年十二八去衛勝署喊什麼 我們去做健康擦對不對 郭媽媽也在場 去做健康擦 過勞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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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以行責 刻以行責 我兒子二十二歲 進公司是一個上市公司 他是從事這個業務部門的 從業務部門到時候 做了十三個 因為長時間的這個工作過勞 造成他在公司 於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年底 因為不幸在公司倒下去 造成現在過勞五年的這個疾病 攤在醫院 而且我兒子在過勞這段時間 公司沒有盡到道義責任 他不但在我兒子貪下去 還在病危的時候 就解除我勞動 解雇他的這個勞健保 造成我醫療支援 就沒有醫療支援 我今天為了救我這個兒子 我花了五年的時間 跟政府 跟很多黨委去爭取這個過勞的認定 因為這個實在的認定嚴苛 造成我兒子二度三排 我今天的醫療委 我沒有著弄 我們今天要爭的這一塊 是有過勞 過勞使造成傷害 這個修法 我們希望我們政府重視勞工 重視勞工的生命 RCA的這個案子 我們已經打了12年了 到現在還沒有拿到正義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完全拿不到工廠 到底用了哪一些有機溶劑 不知道他們到底用了哪一些物質 一直翻案到12年 到現在工人還沒有拿回屬於他的正義 化學物質不能擋在商業機密的背後 他必須要對勞工公開 讓勞工知道他到底用了什麼東西 他受到哪些侵害 然後以後如果出問題了 他也有辦法調出來作為他自己的證據 不要資訊公開 不要資訊公開 不要商業機密 不要商業機密 對許多的原住民勞工來講 這些法形同虛設 我們原住民朋友在工地工作 規定要有安全帶不是嗎 十個告訴我十個沒有帶 所有告下的案子都是沒有帶 然後他們也很清楚告訴我 我說那你們什麼時候會帶這個安全帶 他說老闆說今天有完案要來檢查的時候 才會發給我們一個人一條 平常根本就沒有再帶這個安全帶 臺灣現在的執災死亡 執災率 我們原住民主市民 所有的對於執災比例多五倍 這次老闆法律可以改成治安法 會這樣倉促立馬 原住民主在工地上面 這樣的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實力 該發生多少次 你才有可能回到原住民 或者回到勞動者的身上 去好好的定一個 確實可以落實用在我們身上的 連除我們來安的這樣的一個工作傷害 或者會死亡的這樣的一個恐懼 提案委員那個 田委員也來到現場 那我們請我們的委員幫我們說幾句話 我想我們在場的立法院的記者 我們要給大家知道 有什麼委員跟我們的司機就跟我說 說這個可以沒有不需要協商 因為只要協商 這些跟財團友好的立委 一定會感到協商的會場 我們那一天通過的條文 大部分也都會被拉下來 並不是說我們在委員會通過 這些條文就不動如山 你協商的時候這些都還沒出來 老人家通過的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現在還說一說 我們11號的都不通過 我不想騙大家 我跟你講 我們那天可以做一個選舉操作 我們民進黨可以再要求每一條 在委員會條件 完全按照我們的版本過 但是我跟大家討論 跟財團友好的委員 絕對會在二途把它全部拉下來 他整個立法過程 從老委員會這個5月份提到行政院 所謂的開了三場公聽會 北中南只開過各一場 完全沒有邀請我們這些勞工團體 沒有邀請我們這種受害者的團體參加 我們這麼關心勞工安全衛生法 這麼多的受害勞工站在這裡 我們沒有被邀過一場參加公聽會 他送到了立法院之後 9月份送到立法院 現在兩個月的時間 也完全沒有召開任何的公聽會 立法委員不管藍綠也沒有召開任何的公聽會 我們的官人版的勞安法說 剛剛講的這個相哥媽媽 他們的小孩過勞 這個狀況又 這個白背的小孩過勞死的這種案子 我們覺得非常非常關鍵 應該能夠要求保護我們生命安全的這個法 其實都沒有破關這六條 那委員是提進去了 但是沒有奮戰 這是我們覺得是非常遺憾的 那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講說委員的席次很少 但我們更要質疑的是 其實這種結構之下 兩三個人在現場如何去省一個20年來 沒有修的一個人命關注的大法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立法品質 本來就應該被批判